线上好朋友们大家好 国庆年假大家都怎么庆祝呢 今天是中华民国110年的国庆日 每年的这一天 在总统府广场总是集结了许多的表演团体 以不同的形式样貌为国家庆祝 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也曾经十次受邀 八次参与国家庆典 讲优美的国粹文化现在世人面前 接下来请与我们一起回顾一段精彩绝伦的国庆展演 各位观众朋友 让我们随太极门的展演 一起为我们的国家庆祝 记得在留言区留下鞭炮烟火或者是生日蛋糕哦 文武新国富强康乐 黄金百年超越巅峰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出场 民国九十九年 太景们担当国庆大会压轴节目 到大海 把烦恼都泡开 世界很扬 窗 subsequent sunlight 阳光都紧在 世界在外 lassen团病 太景们弟子涵阳武和 效法古盛先前 学习庄敬自强 处遍不禁 古树镇的勇者无拘 新少年困阵的 卫 太极神龙的飞鸽朱 声势浩大的阵仗 每个都让人充满惊喜与赞叹 在漢堂上不离心 温暖的海吹飞 向前下降我们的大力 地球出校园 在文物合意的文化中成长 身心健全发展 这是社会安定健康的相知 世界向往 天空 自信任空自立 希望之光 能照天地 全体Energy青少年 以双手互卧的狐藏 象征文化新活 仰善国际 人权力活 世界大活 黄金百年 粘月巅峰 至述 也不至于 今宿 在这一月 世线 今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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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神龙 奉扶天地 狗骑飞蛤 鼓励熄开 震慑白鱼 文化是国家的参赞 民族的定买 文化兴活 补和安保 齿歌领善 无色无尽 丢尽长期 焦虞燕翁 习武之人 寒阳武和伸手矫健 请宣郎 禁兵出阵 无畏困难 敬离伊之尚 平兰 敬离伊之尚 赢豪 红戎 狂容黑虎们 甄继时尚 正消 习习政府与国间 各国务委安全 健全指制 迎向总华民国 今天邀请了四位不同年龄层 不同背景的来宾 有树芳 丽雪 与竹 岳城 他们要来说说你所不知道的国庆日 那么第一位呢 是来自印尼的华侨树芳 我们请他来跟大家分享 在印尼是如何欢度国庆的 主持人好 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树芳 我来自印尼华侨 来台湾有19年了 目前在中介公司担任 印尼翻译老师的工作 今天刚好台湾的国庆日 想到小时候商学 印尼的国庆日非常热闹 好多好玩趣味活动可以参加比赛 16世纪时 很多欧洲国家想往东南亚发展 殖民时期统计印尼最久的是荷兰 在荷兰统计300多年内也发生了战争 1942年日本接管了印尼不仅成功地让核军撤离印尼 他们已答应大战结束后会给予印尼独立 1945年日本战败后 苏卡诺于1945年8月17日在亚加达正式宣布印尼独立 也就是这一天印尼的国庆日 印尼的国庆日除了在总统府举办大型的升旗仪式以外 还有很多学校邻里社区公司行号机构中心等 有许多促销折扣 另外也举办很多趣味竞赛活动 像是爬兵人树、吃虾饼、拔盒 穿着印尼文化传统礼服选美 穿着布袋跳远 胜出者还可以获得奖品或奖金 非常热闹 我在台湾各种竞争压力下工作 总是觉得自己 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公司 都做得比别人多 造成心理不平衡 抱怨连连 因为这样导致我的睡眠品质不佳 脾气也不是很好 后来我很幸运遇到一位进来的同事 刚好是太极门弟子 跟我分享他在太极门练功后的改变 我也觉得太极门是一个可以让我学习的好地方 所以我立刻决定入门练功 练功后我的睡眠品质真的改善了 还有发现自己也比较会排挤自己的压力 脾气也慢慢变好了 个性也变开朗了 另外常听师傅开示 让我成长了智慧 处世更延容 我的师傅带领着弟子自立自费 走遍五大桌 弘扬中华文化 替国家做国民外交 这么好的一个幼稚团体 却被警察官和患人违法起诉 被国家暴力 以司法医税务80长达25年 虽然在民国96年7月13日最高法院判决太极门 不罪五千税还给我们清白 但是国税局不予理会 依然排除违法税单 民国99年立法院工厅会 财政部和中区国税局曾答应车毁 并两个月内解决太极门税案 但他们被信弃 甚至在民国109年 我们的修行预定地违法 拍卖收回国有 太极门并唯一的受害者 在不健全的罚税制度下 有更多的受害户 照违法磕税而无力反抗 有一个侧死税受害户李永贤 38岁买了第一间房子自住自用 2011年买入房屋购物 成本660万 因为没有办法负担庞大的贷款 2012年卖出 成交价670万 当初因为他是独自 不想让父母担心 没有将户籍签入行屋 虽然有提出自住证明 却被克车辞税100万 加上罚金100万 打新证诉讼 苏宿都败诉 最后联补再发 费上216万的税金 现在克制税政策已结束 乌龙税单却继续折磨它 台湾的税債已 尽卡罢 在此呼吁税务官员 拿出良心撤销不合理的税单 还给人民安定的生活 希望小英总统您 用你的影响力发挥您的爱心 平凡太子们假爱 拯救所有的受害户 谢谢大家 哇 谢谢苏芳为我们分享 很不一样的印尼国庆 请帮苏芳按个赞 人家说 每逢佳节被实侵 在国庆日这一天 让苏芳更加怀念着 儿时互相的欢乐 但同时也感慨 她所爱的台湾正面临危机 并呼吁政府官员 要秉持良心 要真正为国为民努力 还记得去年新冠病毒疫情期间 荷兰为了感谢台湾的帮助 在4月27日特地空运 3999朵郁金香 送到台湾的新闻吗 荷兰选在国庆日回礼 别具异议 接下来邀请旅居荷兰 多年的丽雪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苏珍 大家好 我是蔡丽雪 旅居荷兰与美国近30年 担任世界公民总会的国际职工 我经常参加联合国非政府组织 以及国际赴税人权会议 今天我们来谈谈国庆日 荷兰的国庆日也就是国王的生日 4月27日 King's Day 向来清明的荷兰皇室 每年在这一天呢 它会选定一个城市 跟当地的市民欢度国庆日 荷兰的民风开放自由 尊重平等人权 保存国家文化不遗余力 16世纪 和属东印度公司将中国青花池带到荷兰 造成了一股延续至今的蓝瓷热潮 当年至今 硕国仅存 位于Delft的蓝瓷工厂 承袭了368年的传统工艺技术 皇家为了感谢它 完整保存了国宝级的文化 特别在1919年的时候 遇刺了荷兰皇家的封号 这家工厂正式成为 荷兰皇家蓝瓷博物馆 我很荣幸的 曾经在荷兰皇家蓝瓷博物馆 担任值班经理 也推广荷兰国宝级的蓝瓷文化 今天是10月10日 我们欢庆台湾的双十国庆 在总统府前 盛大庆祝的国庆日 曾表演过八次的太极门 气功武术修行团体 55年来 师傅洪道子博士 带着弟子自立自废 透过文化交流展演 在台湾以及世界各国 宣扬爱与良心的和平文化 至今已走访了101国 将台湾带向国际 赢得各国元首的赞赏与肯定 各国颁赠洪道子博士 多项国际奖项 其中有印度北方邦 城乡发展 即环境部部长 Mr.Nakudubi 特别颁与极为崇高的荣誉 代表世界非暴力的圣雄甘地奖 意大利在国际宗教音乐艺术界 Ferma 主办委员会特别颁发 全球和平奖 奥地利和平之宴会长 Hertha Margrethe Hossberg-Lotlian 颁发和平之宴奖 Villette Millennium 创办主席Birjan Unver 颁发世界公民和平文化教育奖 世界公民总会前主席 Douglas Mattern 颁赠世界公民终身成就奖 印度健康卫生和家庭福利局局长 颁发终身成就奖 Takuma City in Washington The City of Cupertino The City of Montreux Park 颁与荣誉市民状 而坦香山除了颁发荣誉市民给洪博士 并宣布2001年9月16日为 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 即洪盗子博士日 等等不计其数的国际奖项 代表了全球各界领导 对洪博士推动爱与和平所做的贡献 至上感谢之意 这样一个带给国家无比荣誉的修行团体 台湾是不是应该捧在手上 疼惜都来不及呢 可是你相信吗 台湾政府居然对太极门进行了 经历了四位总统 25年的人权迫害 1996年12月19日 侯坤仁检察官带着警调与媒体 搜索太极门 先抹黑太极门为邪恶宗教团体 再以养小鬼的起诉书 污指太极门师父有诈欺收入和补习班的所得 之后违法羁押太极门掌门人夫妇及弟子 冻结资产限制出境 侯坤仁检察官还写信给内政部及各县市政府 要求解散太极门 也写信给台北县市政府公务局 要求对太极门断水断电 意图彻底瓦解用心保存台湾文化根源的古老修行门派 太极门师徒经过了十几年的诉讼磨难 台湾最高法院终于在2007年7月13日宣判太极门无罪无欠税 当违法羁押的太极门师徒也获得了国家愿意赔偿 但是国税局仍继续对太极门开出违法税单 去年六月底法务部执行署宣布拍卖太极门的修行道场预定地时 我本于人权加入了台湾各地太极门的承抗活动 然而法务部执行署在去年7月31日 8月21日两次违法拍卖太极门的土地不成 竟然将土地收归国有 台湾政府纵容违法官员灭绝太极门 等于是砍断台湾传统文化命脉的共犯 台湾跟荷兰一样是民主国家 荷兰政府真是保存数百年的蓝死文化 并赐予皇家封号 而台湾政府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却赶尽杀绝 最后我以两张照片来做分享的结尾 这两张照片呈现了荷兰政府跟台湾政府 提供给国民保存文化根源的环境跟感受 感谢大家的参与与聆听完力学的分享 可以知道在台湾遭受破坏25年的太极门师徒 反而在国外备受推崇 各国元首领袖级的人物都非常尊敬太极门掌门人洪博士 其毕生致力于推动爱与和平 以及良心时代运动 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 请观众朋友 让我们为25年无论遭受任何困境 持续坚持传递爱与和平的太极门师徒 按下爱心 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所以接下来 以世界之爱这一首歌 带领环绕全球大宗 一起散播爱与和平的宗旨 共同为世人祝导与情愿 太极门弟子 以世界之爱这首歌 环绕地球 传递诚挚挚的祝导与祈愿 期望世人 一起为世界的美好未来而努力 世界之爱 在和平之缘 那是人们红红的梦想 那是人们神仙的心愿 和平的曙光 在水月的角力中绽放 真爱的地站在天地的柔转中继扬 和平的宏愿生气 在你我心中祈奉 和平的宗生相亲 在你我心中药 啊 hhhh 啊 爱与和平 爱与和平 祈祷永远 祈祷永远 《世界之爱》这首歌 由看几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作词 作曲 有感于1999年 台湾发生921大地震 大自然反复的力量惊人 而诞生了《世界之爱》和平宣言 及《世界之爱》歌曲 呼吁以爱善待地球万物生灵 世界之爱和平之缘 那是人们 蓬蓬的梦想 那是人们 深深的心愿 和平的曙光在水月的脚壁中绽放 真爱的你 站在坚定的梦想中继扬 和平的宏愿盛起 在你我心中祈祷 我和平的宏愿盛起尿 在你我心中认用 我和平的宏愿盛起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世界指来 bbbb 命之圆 那是人们 哄哄的梦써 那是冷漫 深深的心愿 和平的曙光 在水月的礁壁中綻綁 真愛的你 站在天地的流傳中羞羊 和平的風源响起 在你我心中激動 和平的眾聲響起 在你我心中回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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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與和平 愛與和平 直到永遠 直到永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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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一名大学生 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 十一年前的今天 我站在总统府前面参与了双十国庆的丫头展演 在那之前大约三个月的时间 无论是否刮风下雨或者烈日当天 每个假日我都跟师兄师姐一起坐车上台北练习彩排 学到最多的是忍耐坚持和医的功夫 当时的我才十一岁 一直以来在家被保护得好好的 不曾经历风吹日晒雨淋的辛苦 却跟着师兄姐一起在艳阳下练阵 下大雨时就穿着雨衣彩排 记得当时有许多师兄姐问我会不会累 我都很开心地回答 不会 因为我很感恩身为一个太极门弟子 才让我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参与国庆展演 而且跟着大家一起一心一意地为同一个目标努力 并不会让人感觉疲惫 我从小在太极门这个温暖快乐的大家庭长大 我的师傅教了我很多好功夫 无论是转念乐观或者坚持做对的事 都让我觉得获益良多 在面对困境时更懂得如何正面思考 让自己不会一直陷在不好的情绪中 可是这样一个好的地方 从民国85年宗教扫黑起 受到侯宽人检察官以养小鬼逃漏税 等等目须有的罪名起诉 甚至送交国税局开出了天价违法税单 民国96年7月13日 刑事三审判决太极门无罪无欠税确定 无诈欺 无漏税 无违法税捐基争法 并认定弟子赠与掌门人之近施礼 属于赠与性质 是不需要课税的 108年底 中区国税局及台北国税局 已将其中80以及82至85 5个年度与近施礼相关之 综合所得税 课税处分更正为零 唯独81年度仍以补习班名义强征课税 依送强制执行 强行拍卖了我们的土地 在这二十几年的岁月中 我参与了无数场法税改革的活动 跑遍了凯达格兰大道 监察院等五院 行政执行署等地 甚至站上了街头 向国家的高级官员们表达我们的诉求 在这个过程中 我看到了国家体制的败坏 官员们官官相互 不惜说谎 欺骗老百姓来赚取高额奖金 许多人问我们 为什么不干脆多少缴一点税 就可以把这个案子解决了 因为师父缴我们 要坚持做对的事 该缴的税一毛都不能少 而不该缴的税 就是一毛都不能缴 在参与这些活动时 也常常遇到师兄姐们问我 为什么愿意花这些时间来做这些事 虽然我现在还不用自己缴税 但这些问题若不从根本去解决 未来的我也可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往后我的儿女们也可能会遇到 我想呼吁我们的政府 勇于认错并改进 还给太子们清白 并且希望官员们都能 秉持良心执政 真正的站在为人民好的角度做事 这才是一个民主国家该有的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宇竹精彩的分享 请观众朋友为他那份 为国家庆生 不畏风吹日赛雨淋的精神 在留言区按福利的掌声哦 小英总统曾经呼吁年轻人 不要怕跟政府机关拨通 如果政府第一次听不见 可以大声一点 如果第二次再听不见 可以再更大声一点 第三次再听不见的时候 就可以拍桌子 不知道蔡总统您听到拍桌的巨大声响了吗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科技产业压力大 工作繁忙 但在足科上班的月城呢 他也参与过国庆的展演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为何他会说连展演的人都非常感动呢 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 目前在科学园区上班 很高兴有机会让大家了解 这25年来所发生的一些事 很荣幸地参加过 中始国庆的展演 因为太极门才有这样的机缘 真的很感恩 那种场面应该是电影才会出现 非常的令人震撼 把中华文化全市的邻里兴致 那是令你们的结合 有阴有阳 不管声势 气势 价势 还有舞蹈 音乐 样样都精彩绝联 如为经典 不只看的人感动 连展演的我们也都非常感动 一次又一次的彩排 不管风吹 日载 雨淋 汗水 夹着泪水 如果不是为了国家 谁愿意这样 因为师父教我们 爱国家 爱世人 所以我们不计任何代价 然而每次双十国庆 残影权 我们都不确定 是我真的能站上海盗 因为我们一直遭受 官员的欺压与霸凌 太极门事件 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至今25年了 依然没有停歇 苹果85年12月19日 国宽人检察官 带着媒体以大批警力 各枪实战里搜索台籍们 全省各道场 正所谓一家旨罪 何犯无止 荒诞不禁的仰潇鬼起诉 已经披露全国哗然 创下台湾司法史上 违反证据法则的办案先例 更成为司法人员入门 训练引以为界的负面教材 大妻与托漏税 在逻辑上 根本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事实 竟也吵得沸沸扬扬 那子真的是百口莫辩 家人的质疑 情友间指指点点 同事的耳语 在在都冲击着每个人的生活 官员的理主行律 质底小说还夸张 堪称现代党官场现实际 首先侯宽人检察官 在起诉后 直接上证论节目 谈论自己所办的案子 他说 从掌门人眼神中 掌过一丝的阴影 依他犯案的直觉 应该有氧调鬼 何凡人以为自己是明星吗 还没有审判就上证论节目 真的是非常夸张 检察官公然说出 自己用眼神犯案 光这句话 台湾所有检察官的脸 都被丢光了 接着将掌门人所有的资产都冻结 不留红文 而国税局马上开出违法税单 叫人情何以堪 何凡人还跳过长官 以自己名义行为各县市政府 对台积能断水断电 甚至要求其解散 其手段以操家没有两样 不怪乎监察院调查报告指出 何凡人的八大违法 并认定起诉书以证据资料存有汉格矛盾 具体起公诉 不符证据法则 依法不应提起公诉 最后侯宽人检察官不得不承认 当初根本没有调查 本来不该起诉的却起诉了 本来不需要审判的却也经历了原意的司法审判 民伙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三审判局确定 太极人无罪 五千岁 地址进程给掌门人的禁私礼为正与性子 依法署名税首额 并创下社会重大主目案件无根层记录 该缴的税一码都不能少 不该缴的税一码都不能缴 这是太极人对税的认知与坚持 或许于国税局长年来的协商 多少缴一点背道而驰 以至于依而在地被打压 或许如监察委员所说 奖金已经拿了 或许是共患结构下太多不堪的黑幕 为了台湾的罚税环境 为了公平与正义 我们没有懒惰自私的权利 不信公理换不回 不容黑白如成灰 为人民的福祉 为国家的讲来 一步一脚印 直到正义彰显的那一刻 谢谢大家 谢谢月城为我们用科技人的理性思维 为观众朋友分析25年的太极门冤错假案 观众朋友 如果您也认同月城的分析 请在留言区加一 即使太极门惨遭施法 睡法的迫害 师徒还是无怨无悔 请兴为国家付出 太极门掌门人 洪道子博士指出 爱是人类心灵中宝贵的资产 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动力 更是人权的基本元素 我们必须倡议人权 并克服万难 实践人权 让这普世的价值 成为政府 治国的最高毁灭 人民同享 期待违法 滥权 迫害人权的官员 能够早日醒悟 勇敢面对错误 改正错误 今天很感谢四位的与唐人 分享了印尼荷兰 我们所不知道的国庆日 也分享了太极门师徒 面临国家暴力 仍愿意风吹日赛雨 参与国庆展演的大爱 这个你我所不知道的 国庆日故事 现在我们邀请他们 做出爱心 一起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一二三 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好谢谢大家 在现今一波 接着一波的危机 冲击着全球的局势 人类正面临 永续发展的团内里 人们弹词色变的 新冠病毒一直在变异 然而 现在世界各国 为了振兴经济 开始选择 与病毒共存之道 无论是流行疾病 或是剧烈气候变迁 甚至民生经济 社会安全等等各层面的重大 对全人类而言 都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今天节目的尾声 邀请线上好朋友 一起来观赏 抗病毒大作战 愿台湾政府早日决行 民生安乐 再自助中华民国 110年生日快乐 也祝福我们观众朋友 健康平安 2019年12月开始至今 新冠病毒造成全球大流行 传播快速 已经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至今仍在增加中 隔离 俗活 口罩 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也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株Alpha 容易与人类结合 融入细胞 进入体内 使病毒更有效地 在细胞中复制 传播速度快又猛 β和γ能更聪明地 躲避人体免疫攻击 让疫苗对抗变异株的 保护力下降 在印度发现的Delta 传播力最强 人类被感染后 重症的几率升高 也造成疫苗的保护力下降 在密鲁发现的Lambda 正肆虐南美洲 传染力与致死率 还在持续观察中 而未来还可能会出现什么新变种病毒呢 这波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且变异快速 即使有接种疫苗 也频频传出被感染的案例 让人感到挫折不安 此时时刻 人类必须团结 不分你我 共同化解当前危机 以防范病毒持续延烧 夺走无数生命 各国元首 医护人员 生计医药 研发专家 宗教家 慈善家等 不停地寻找在生理 及心灵上有效的预防 和对抗病毒的好方法 接种疫苗 加强疫苗覆盖率 虽然新冠病毒一直变异 但根据临床数据显示 接种疫苗可以降低重症发生的几率 增强免疫力 保持作息规律 饮食均衡 维持正向思考 太阳是最好的天然消毒剂 多运动 深呼吸 增加肺活量和身体含养量 多喝温开水 促进体内环保 这波大流行防疫的破口 就是人类少了良心和诚实 因为自私及自我欺骗 才让病毒有机可乘啊 难道我们人类 还没有学到教训吗 希望人人都能面对自己 聆听内心的声音 尊崇良心的呼唤 疫苗是良方 良心是根本 人人本着良心做对的事 尊重地球上的万物生灵 用爱与团结一起面对难关 建立安全祥和的世界 新冠病毒影响整个人类的生活 它的变种速度相当快速 我们不必惊恐 但要做好内外防护 增强身心灵的免疫力 来吧 让我们相互提醒 一起做好三步 五多六绝招 三步 不紧张 不忧虑 不生气 五多多洗手 多和温开水 多欢喜 多运动 与多防范 六绝招 勤勤手 戴口罩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避免触碰眼睛口鼻 做好呼吸运动 提升肺活量 与维持正向思考 防疫新生活 我们秉持良心与诚实 一起共同努力 希望疫情快快结束 就可以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